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游行的这种北欧风啊或者是硬斯风经常也是喜欢在房间里呢会装饰很多的一个植物 那在这里因为是布展的关系所以我在这里也设计了比较多的一个植物 那很多朋友也可能会担心啊我们在室内环境中养护会不会是有一些植物会跟人或者说是争夺一些氧气呢 其实呢植物晚上的时候会是有一定的呼吸作用 它会释放一些二氧化碳并且吸收一些氧气 但是其实跟人的一个呼吸作用一个明显啊 它争夺不了那么多的氧气 所以你可以完全的放心的在家中养这些室内的一些绿植没关系的 那另外就是其实我想说是大部分植物啊可能大家也有担心会不会有毒呢 其实一般的植物啊 它自己只要释放的话就不会释放毒气出来的 所以啊你只要不去大量食用它的话 你可以放心的在家中养没问题的 那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也就是我们市面上相对来说有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植物 比如说这种大型的啊叫三尾葵 那像这个人的话又便宜又好养 我们平时在家中呢可以很简单的去打理它 也是非常大家受大家欢迎的 包括一家天囊药和其他一些很多植物都是我们平常常用到的 那另外一些还有大家不太常用到的一些植物 比如说很多网红植物 那有那个马赛克竹域啊 叶辰竹域 像宝铃灯 还有我后来自己养大的这个很大一个鹿角菊啊 这种东西为这两年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些品种 好了不管你喜欢什么植物 只要它适合在房间中养 你也可以就在家中养起来吧 也欢迎大家平时关注园艺石家也好 我自己的节目样会欢迎也好 也会给您推荐很多适合在室内种植的一些植物 好的那么下次节目见了 也欢迎您